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月20号 这边是高安市转移基金院南车 我是吴中成 我站在我这个招牌 吴中成冒险学校的招牌前面 我刚刚碰到一个过客 摄影师他在这边拍照 在这边踩风 他看到这个吴中成冒险学校 他觉得很有趣 这边一定很有趣 以后这边是一个学校 所谓学校school 人类都会以为是坐在那个教室里面 有课桌椅的 冒险学校都是outdoor 都是户外的活动 包括飞行伞 冲浪板 帆船 划船 潜水 游泳 骑马 这些就是我们 还有那个攀岩 这些东西全部在这个户外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场 还有很多绿地 还有很多很多运动设施 都在这个地方 而我就是1955年在这里出生 隔壁这个房子出生 到现在62年都在这里 我对这里能够可用资源 非常的清楚 那今天没有把金牌银牌挂出来 各位我看久了都非常熟悉了 熟悉我的套路了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 一次构筑的 也不用有好奇心 因为很多人来这边 只是来这边走走 以为这边可能还有 有卖一些什么土产或什么吧 吃吃喝喝 这是一般的台湾人的这个 来这边来眷村的游览应该要参加活动 就是这种活动 我个人再三的跟各位讲说 将来要募兵制会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 好铁不打钉嘛 好男不当兵嘛 好样的不会送到部队去 去做这个奴役训练 应该要自主的参加是 冒险学校的训练 我刚刚讲的那些技能都是战技 战斗技能 没有一个是虚荒 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增加你的能量 增加你的能力 增加你的丰富你的生活 请来这边 我们这个不是做的 没有教室 我们的教室在户外 在操场上面 要流汗 要让你出力的活动 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将来 没有军人 但是我们的国民的身体素质都要提高 自 人 勇 盐 在这样子的生活 要落实到一般百姓的身上 欲兵于民 而不是要冲那些假的数量 那其实真的我们要国家 现在要战斗 要动员 动员这个兵力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嫌好意勿劳 在冷气房里面打打电脑 玩玩电动 对于这些真正要出力 要 要 要使劲 要 要冒险 有危险性的活动 不要说是一般老百姓了 连现在的现役军人 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能力低弱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国家的五倍状况 所以我再三的呼吁 以一个海军眷村子弟的立场 第二代的立场 再跟各位推荐一下 吴忠诚冒险学校 他不在墙里面训练 而在草地上训练 不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没有所谓盈利的问题 而且自数休以上 无味藏 无悔也 这些东西都是 只卖不送 没有免费的活动 吴忠诚 没有免费的活动 再三讲一次 而且是终身学习 永远不停 Keep working Keep running Keep learning 这就是耕读堂的三个keep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